Hello 大家好 你看看這個瓶河多大 是不是看到都想做一個小花園呢? 但是怎樣設計最好呢? 今天就讓我來給大家一些貼士吧 想打造一個小花園 有一些自然的元素就最好不過了 地面方面可以用木地板、草皮等等 去打造一個大自然的環境 不過不少人都會用磚去做地面 用磚去做地面的話就比較容易打掃 而牆身方面可以用到紋霸石或者木製的圍欄 大家看到這個特色平台在戶外 什麼時候翻風下雨都預計不到 所以傢伙方面都可以選擇一些藤積 或者木板的椅子和茶几 配合大自然的氣息之餘 還有度假的感覺 而且下雨的時候都不怕弄濕傢俬 最後如果不想環境這麼單調的話 也可以添加一些盆栽 可以綠化環境之餘 還令空氣更加清新 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沒有學到東西呢?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LIKE和SHARE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 Bye! EEZY HOUSE 位於科學園 我們成功配到超過2000個裝修案例 歡迎準備裝修的你 透過上網或者電話 向我們提供基本的裝修資料 EEZY HOUSE 專員會因應 校會的預算和裝修風格 提供三間合適的設計公司 和裝修公司上門到赤 我們會為校戶提供報價分析 和見證簽署裝修合約 在工程期間 EEZY HOUSE 專員也會定期上門視察裝修進度 令校戶可以更加了解單位中的狀況 所以快點聯絡我們EEZY HOUSE 啦!